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所在的两会现场 那么我们先从轩婷开始 轩婷你在哪里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全国人大两会驻地职工之家的采访间 那么这次两会呢 我在这里采访到了宝贝回家创始人张宝燕代表 以及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洁先生 还有哈尔集团总台周云杰代表 以及中国奥运会设计冠军张梦雪代表等等 那么接下来几天呢 我将重点关注于教育领域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以及医疗卫生领域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彭彭 你那边是什么情况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 轩婷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徐彭彭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人民大会堂 我刚结束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的采访 贾老师 您那边情况怎么样 好的 谢谢彭彭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贾南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梅迪亚新闻中心 今天下午参加的活动是代表通道和部长通道 现在离活动开始 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记者已经赶到了现场 另外我们的机会已经驾驶完毕 现在就等着活动的开始 好的 谢谢贾南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前线报道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想让大家来分享一下 各自在这次参会过程当中的一个心得体会 那么从我开始 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上会 和18年第一次上会的感受完全不同 记得在18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在凌晨的三点钟起床 去天安门广场排队等待入场 那么今年呢 我们全城市在委员的驻地 为委员和全球媒体提供视频网络云采访间的服务 那么我想在这两年间 从记者到视频网络云采访间的主持人 从面对面到屏对屏 这其中呈现的不仅仅是全球媒体 对中国两会的持续关注 更呈现的是中国两会对全球媒体 愈加开放包容和信息共享的态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同样的驻会记者王世博 有什么样的参会感受呢 来 试播 大家好 今年呢是我第一年上会 第一年呢就遇到了今年这个特殊的情况 总体来说呢 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充实 每天呢都能够跟各个委员近距离的接触 然后去了解他们的这个提案 还有一些观点 另外呢也可以把大家的想法传达给他 大家关注的热点 告诉各位委员们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虽然累但是很充实 我这次对两会最大的感受呢 就是一人身兼数值 因为在这个驻地有四个代表团 整个的采访间是由我一个人来进行负责和维护 所以说我不仅每天要完成自己的采访任务 还要帮助其他没有办法到达驻地的媒体 远程视频连线采访代表 几乎呢一天14个小时我都是在采访间中度过的 让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 我采访的第一个代表张宝燕代表 他的建议对人贩子终身追责 保护离异家庭儿童亲情权等都上了微博的热搜 我非常高兴能够通过我的报道 让大家及时地听到代表的发声 以及见证代表的履职时刻 那么我也非常地好奇 有三次上会经验的徐彭彭老师 你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两会 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好的 虽然这一次是我第三次上全国两会了 但这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的两会报道 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就像我之前说的 这次两会报道有一些变化 也有一些不变 不变的是我们整个同事都保持一个积极的状态 全情地去投入 变化的是有一些细节上 包括我们出门之前会互相提醒戴口罩 包括采访代表委员都是通过评对评的方式 这就是我的感受 贾老师你有哪些新的感受 好的 说起参加全国两会的感受 其实感受挺多的 我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两会 第一次是跟朋友搭档 这次还是跟朋友搭档 所以说还是挺有缘的 采访起来也比较顺利 最大的感受就是说 第一次参加两会的时候 是在学习和摸索 这一次还是在学习和摸索 因为今年的报道形式跟往年有很大的不同 希望我从这一次两会上 学习到的和经历到的 能够给以后的采访带来帮助 好的 谢谢大家的分享 也预祝大家接下来的工作能够一切顺利 好 谢谢世伯 我感觉这次也是我上过的最难忘的一次两会 好 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了 希望大家多出好稿 好的 谢谢同事们 拜拜 那我们会后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